Hello 很久沒見 范孝真是很久沒見 你們好像這一輪都繼續深耕日本市場 沒錯 暫時我們focus都是在日本多些 最近跑出了印度的也不錯 是不是 我們下次 未深耕到那麼偏 先深耕日本 其實日本都可以升嗎 我覺得是 是一個很大的想法 30多年高會不會已經 有些信心 我真的有些事聽 是啊 你想現在說還是遲些再說 我們馬上關節 很多觀眾 我沒有跟你說 因為我們的觀眾 早兩星期 就下下地恐嚇我 你再說港股 我說unfollow你 這麼嚴重 不看 這兩天有沒有follow你 好像好一點 有 多一點人問港股 但是我們的嘉賓 譬如昨天姚浩然 都是集中講美股 所以我們今天除了 可能你們都少少講美股 又比較多講日股 講日股的分析 專家市場上比較少 你們兩位就是最早先鋒 就是講日股 所以非常熟悉 我們看看兩位有什麼可以 帶給我們日本的生意 除了去掃貨之外 有什麼股可以撐一下 因為昨晚巴棍又破頂 不知道可能日股是不是 英記一功 但是日股之前 我死都要講一下行指 因為習慣 我們要尊重一下長輩 就是我們這些 死都要買港股的長輩 都要聽一下港股 那我的行指 冷靜一點 今早回了一點 又不是跌很多 跌了61點 去到15833點行指 我們數一數個個股 那個成交網 騰訊高開之後 現在是倒跌著 友邦叫撐得住 仍然在升2% 阿里的消息已經玩完了 已經沒有升了 倒跌了 美團更壞 哇 真是壞到爆 跌了4% 平保是靠穩 另外招行升1.6% 比亞迪跌了3% 他可能昨晚看到Tesla 那份業績都縮 現在一起陷世界 電動車都死了 死了火 這隻比亞迪跌了3% 廣交所沒有升跌 京東、百島是靠穩的 不如你簡單 講一下大事先 畢竟是2024年第一次見 很多人就怕 4萬上不到 下14000 結果碰一碰14000 彈上來 那些好消息 好像很快已經玩完了 是不是其實 都沒有什麼消息 可以撐得起這個港股呢 突然之間好像一輪密集的好消息 前天就說有2萬億 彭博補出來的 昨天又說放1萬億出來的 說真的 老實說 港股是真的難看的 因為我覺得是很難用一個 宏觀基本面 去怎樣去處理 分析到這個市場 所以變成一個很短線博弈的市場 你問我們說 之前早兩天 早三天 看到那個底 14700多 我記得好像是 14700多 有機會是 我覺得是不出奇的 因為我覺得 之前所說 早上升 就是因為有彭博 放出來那個2萬億 那個 那個 境外的投資 拿境外的錢分去買A股 這個消息 聽起來其實對港股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就是 你把我們香港 放香港的錢拿回去救A股 為什麼港股都行 因為那個新聞出來 我想大概有10個人聽到 有10個人都覺得這件事 要麼就是流的 要麼就覺得沒有用 但是看到那個反應就是 竟然是升 升完之後 不是升完就散了 其實這些誤會了 還有續升 還有誤會了 會不會啊 以為是有幫助 應該是誤會的 因為每個人聽來 我只是看身邊的群組 問問朋友 其實出來發覺都 有什麼用 那時候大家都很清醒 是不信的 其實是不信的 就算一來是2萬億 對A股來說有多少 說真的 反而就是這樣 既然出了好消息之後 可能第一轉來 大家會想 會不會是殺淡倉 蓋淡倉上來 這樣 但是再看回來 不是的 那天已經是收養足 那天其實升了上來 還有來買 如果是蓋淡倉 其實琴力應該要跌 但是琴力又有得續升 所以有一個 被人看到的感覺 就是有人真的信了 不是大眾 我們這些什麼人 是身邊的人 因為我身邊 大部分人都不信 但是有人信了 那會不會就是有些這樣的 可能就是 我不敢說大底 一定是14700多 但是 可能短線彈下 都是有的 不過這個頭盔又大先 因為真是一個很短線博弈的 一個market 我覺得要做的話 我覺得比較prefer 都是做期權 就是可能是做期子 期權也好 就算做過股 都是做期權的 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去博 如果看回上面 我覺得第一站 看16500線 就是50天線 因為始終過往那半年 都行指都沒有真的 是升穿過那條50天線的 就是穿一入下來就有 但是或者站穿50天線以上就沒有 16500就是第一個位 第二個就17200 就是之前那個潛頂左右 不過這個就先看著這兩個線 不過就看看你自己 是不是一個好勇者的人 如果你是勇者 覺得是可以搏的 但是如果大家既然都有 可以玩美股 可以玩日股的時候 就可以玩一些難度低一點的市場 這個都是我自己的建議 是這樣的 投機者成合 投資者就暫時可以不用 是 那個行指的意見就是這樣 是的 好 我們就停了這個機器 我們就回去我們 那個行指 就是投機者 就可以剷開短炒的 長時間就不要搞那個行指 不如是這樣 我們看一些觀眾 沒有問題問行指 你們問就問 如果你們不問 我就不再問行指 或者講股了 講股了 是不是 他們會否靠差我呢 就直接問這個日股號碼 日股呢 其實呢 我這裏都有圖 日股 真是很誇張 我們每天在喪跌的時候 不知今年以來 就升了幾天 每天在跌的時候 日股呢 每天在破三十多年 每天我看到 一按進去 升五百多 按進去 又升四百多 又升三百多 每天都是這樣 不過這兩天呢 它是停了的 它就冷靜了 今天日股呢 這個是日經來的 跌了一百四十二點 但其實很明顯是大漲小匯 我們拿遠一點 我們拿月線圖 再拉到很遠 其實就很迫近 它在1989年做的高位 是38,900 現在是36,000多 其實相距都是一成 其實它用了十幾年跌下去 去到六千多點 用了十幾年就抽上來 去到頂尾呢 還可以去嗎 這就是之前所說的迷失三十年 就是頂尾下來了 下了三十年 終於是可以上來 之前的頂尾 其實以它 你2010年之後 它不迷失了 它是升市來的 這個也是 也是的 這個是隨著 因為美國 它也有些跟美股 不是我們港股那麼有性格的 它也是比較貼近美股的 再加上13年到後 就是因為安倍三次戰 就是那時候 它就很大力去 很提搭經濟 去提倡經濟 放水 它也是用這個策略 所以就捕了一個市上來 加上你見其實已經沉積了二十幾三十年 其實現在入股的估值 雖然升了這麼多 雖然已經升到差不多前頂 但是你說看估值 我們之前看過Tobix的指數 就是日本東正指數 其實現在PE大概都是15倍左右 你說是不是很便宜 不是很便宜 它不是超便宜 但是其實看回過往 大概10年Average左右 這些位置 你說是不是很貴 又不是 我會用估值合理 就算升了這麼多 估值還是合理 你說估值貴 其實美股一定做貴 更加比較離譜 自己和自己比 不是說美股 美股可能是20倍 PE 可能日經 日股大概是16倍 但是我看Historial average 其實美股都是偏貴的 為什麼你們的Tobix不是看日經的 有什麼不同的 他們的成分 兩個指數都 通常我們如果看新聞 就是報日經 但是日經是一個 我們叫做 價格加權的指數 它是比較 道指 好像道指 它就不是很正 我們現在現代人看 覺得不是很正路 那是奇怪的 你的股票貴一點 真是威風一點 我合股10合一便很高 是 那蘋果突然比數就降低了 因為它拆了股 是的 其實一正正就是這個問題 因為日本都很流行拆股 合股就少 拆股就多 因為他們的交易 想降低自己的比重 因為他們的交易手數 一定是一百股一手 那你的價格很高的時候 那你便很難入場 等到那些人 那他們通常升到差不多 又會拆回 就好像以前unico 就是9983 信銷 信銷就是以前過十萬日圓 十萬日圓一股 一百股就是一千日圓 一千萬日圓 所以不是一千 一千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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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五十幾萬 五十幾萬一手 入場 所以它現在都拆細了 它之前做了一個 上年也做過一拆三 所以它立即的比重 就立即降了三分一 所以這個其實在 看市場來說 其實是不太合理的 而且它那個比重 比較集中於頭幾隻的 日經時數 TOPIX就比較分散 它真的包含了 基本上日本上市的所有公司 那它那個 包含了嗎 是TOPIX是包含了 即是幾千隻 二千幾三千幾隻 但是當然有很多很小的公司 的佔比 可能0.01 0.01 那你最主要 應該是最大的 是Toyota 是啊 你一邊講 一邊 可以拉這個高一點嗎 這個是TOPIX指數 我看一下它有沒有一個市值 是不是 我們就知道最大是哪一隻 我印象中最大應該是Toyota 現在應該是 如果是講TOPIX 大概是4點幾個% 是的 第二是Sony 然後就是金融類 如果你看到日經的位置 最大就是信銷 佔了十幾% 所以你會看到 但是信銷 其實我想不是Top5 是日本來計算市值 所以你說真的很想看 Broad Market 我覺得TOPIX 比較能夠反映 正確一點去反映 那個日股市場的表現是怎樣 是的 這隻 這個市值 不是的 這個日經 這個是不是日經 這個 因為它是日經 但是它不是跟市值去按比重 剛才說它是價格加權 所以現在信銷是4萬日圓一股 它是最貴的一股 即是我要找價格排名 就知道哪個最大比重 是的 應該是這樣的 最新價格排名 看看是否最貴 等一下 我的SMC 5千多 為什麼它不懂得排名 是的 這個SMC 8萬多日圓一股 然後就信銷3萬多日圓一股 頭兩隻都不太懂 是的 另外這隻Keyans 都是一些 Keyans 是Robotics 是Robotics 都是大的 這些 我最想知道 我那個比重不更新 我希望不是經常檢查它的比重有多少 對 很少都日經 是的 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回去再檢查一下 是不是現在變成SMC最大的 如果是 就更加不 因為SMC 我們其中一些看好 是的 這個絕對是我們其中一個 因為這番說話 我們不是現在講的 我們很久以前 我們去年年底 有年底和你們做過一個日股節目片 但是那個之前一年 再之前我也有講過 再之前我也有講過 是的 那時候我不是很理會 不是買一個港股 那時候那些騰訊都有五六百塊 四五百塊 怎麼會買日股 山巡水軟 怎麼知道 原來那時候是非常好 一個半馬的時間 好了 去到現在 為什麼還要堅持是好 它不會見頂回落 不會升得太多 我想首先就是剛才說過 我們不是說短線 我們先說了我們今年 我們覺得今年的股 是變得還是提高一點的 那第一個原因 就是擺脫迷失經濟 這一點 因為這個說的是 是困擾了日本一個三十年的問題 那到現在 竟然有個曙光 都不知道行不行的 一個曙光 一個希望就是可以擺脫到那個 那個迷失經濟 那迷失經濟就是什麼呢 就是公司沒有盈利 就是賺不到錢 因為他們都是負債累累 有錢呢 運回來就要還債了 因為以前那個泡沫爆破 就是他們全身債的 那只有還債 就沒有加薪金給那些員工 那些員工沒有人工加 那怎麼辦呢 就減少消費 縮屁 那就是他們不買 就是普遍的人不買 那公司怎麼賺錢呢 就是一個這樣的惡性循環 就循環了 去到去年 2023年就終於看到 這件事情有些打破 其實一個最重要 就是看到去年 日本人終於有一個人工加 因為去年3月那個工會 就是它叫春鬥 有一個叫做 春鬥就是說 一些工會 每年就會跟那些大的企業 會談 會說說 我們接下來的年要加多少人工 這個項目叫做春鬥 鬥是誰鬥 鬥 鬥爭的鬥 鬥爭的鬥 春天的鬥爭 即是角力的意思 是的 因為去年就有岸田文雄 出聲 打手後派就叫那些公司 麻煩你只要加工資給那些人 今年也是這樣說的 他都很希望人工 因為去年最後加了3.8% 傾了出來 你說不是很多呢 你覺得香港以前 怎麼知道這個數 但其實它是過去的20年來講 日本加最多的一年 今年3月又會再傾 又會再加 今次是說5% 是的 挺好的 是的 我們現在香港 是不是每個人都在說 有一份工作都已經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不要再比較了 哈哈 有份工作真的好 那邊就講加5% 當然因為他們的工作 比香港表面嚴重 香港CPI2點多 是的 但扣除了1點多 他說了 我真的感覺不到 下樓下茶餐廳 吃點東西都貴到 但是他 是 都不知道怎麼比較 我都不明白 因為香港的CPI的租金 佔了4成多5成 因為租金便宜了 是的 這個也是真的 租金便宜了 所以不太能反映到 我們生活的水準 是的 你去餐廳的東西好吃了 你不說嗎 哈哈 好 回來講日本 這個 這個就是 今年這個 這個還有 我們計算今年做煤油 加薪工 通脹都應該做煤油 這個是我們基本面的看法 第二個 一個很重要的看法就是 叫做產業鏈轉移 我們在講之前 因為過去封關的3年的 這個日圓其實對人民幣跌了3成 那這些東西其實便宜了3成 我們去日本當然很開心 很多本來在中國設廠的 無論是外資廠 又或者是日資的廠 或是大陸設廠 很簡單直接比較成本問題 我覺得回到日本做 都不是貴很多 因為以前的Premium很大的 日本和中國製造的那個 日圓和中國的匯率 日圓是跌了3成 比起人民幣嗎 是啊 在我們封關這3年 其實跌了3成 因為人民幣其實沒有怎麼跌過 跌了少少 由6.5到7.1 但是日圓從120到150 之前 所以是很誇張 這東西令到它產生成本優勢 很多廠就回到日本 這個叫做經濟上的因素 另一個因素就是 那些叫做地緣政治因素 始終現在中美關係交惡 很多人都覺得 我還放一間廠在中國 可以不可以呢 不如去其他地方開廠 其中日本一些低端少少的製造 可能會去了越南 去了歐窩那些 但是高端一些 他們不會去這些地方 都是回日本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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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台灣台積電都在日本開廠 這個圖就是 這個是那些什麼卡叉盤來的 就是人民幣兌美金 不是人民幣兌日元 2020年至今 那個日圓其實是一直貶值的 對人民幣 就是向上日圓升 日圓貶值 真的升了 日圓跌了很多 這個是卡叉盤 你想想以前可能貴三成 但是質素你知道日本人做事 質素你怎樣和我們 很有信心 真的漂亮很多 就算你一樣的價錢 就算你一樣的價錢 就算你貴10% 你都會去高貨日本 我們自己去吃東西 你會選擇 你會選擇吃日本的 還是吃中餐 你自己都會想 日本的貴少少 但是好吃很多 你都會這樣想 這個都是股神 它撐中日本的原因 是嗎 它用資成本還是低的 是 然後那些貨又好的 是嗎 沒錯 這個我都覺得 加上股神加持 是的 因為它賣的是什麼呢 它賣五大商社 那五大商社代表什麼呢 代表日本全經濟 因為五大商社 它包攬了全日本所有的東西 基本上都跟它有關 那為什麼它選擇這麼多sector 當然它有很多 philosophy 什麼現金樓 股積等等 但是我們覺得其中一個反應 就是它是長線看好 日本的經濟發展 就是上下下各方面都看好了 就是金融 地產 原材料 因為商社真的什麼鬼都有 綜合類伴 對綜合類伴 其實巴菲特說買商社 我們覺得有一個挺重要的地方 就是第一 它不是今年 它是五年前 提昆 我們知道 想知道 今天 小箱 就是 這 是 雷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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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画面有没有听到 有听到我说话就举手 听不到我说话都举手 还有写下你们的问题 对于日本有没有什么股票 你们有兴趣 又或者你们对日股有没有什么看法 就在留言上留下你们的问题 好像看不到留言 为什么呢 今天是不是没有留言看得到的 好 日本股市和印度股市比较 我都说有些人想问 印度股市 日本有一只 Semiconductor 2644 可不可以说一下 我们刚才 讲到 股神 日本都是一些 商社为主 它有它的好处 譬如 你们怎么看商社 还是选个股票呢 如果商社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说 我说 主要原因 就是 伊藤宗本身 它拥有的 本地零售相关的 是比较多的 其实五大商社 虽然大家看好 至少有五家 但其实它们 相对上 不同的产业比重 也有些分别 刚才Angus 说 它们五家 基本上包含全日本经济 但其实里面 在不同的行业 每一间都各自有一些 比重会不同 譬如说 三零 其实在说 都是制造业 尤其是 大家可能知道 三零重工 重工业的部分 都会有些 高一点 集中在这一部分 但伊藤宗 会比较多些 在一些零售 举个例 最简单说 全家 Ferrymark 就是它旗下 全资的公司 所以你会看到 由这一点 会看到 如果我们想在 五大商社里面 去选择一些 本地零售 对日本来说 本地的意思是日本 零售比重高一点 我们相对上 会看好 或者会比较 觉得伊藤宗 会做得比较好一点 在这方面 除了 那你们的做法是怎样 你们都会买一些商社 还是买个股呢 我们自己就持有8001 是的 我们就选择了这一只 我们就没有说买完 像Buffet 那样一次过买完 那我们始终就不是这样的Style 是的 我们就选择了这一只 来买的 是的 那就简单解释了这个 那如果 如果过股 我们又想 就是capture 这个日股的经济 起飞了 那些人加了工 可能楼市又会 没有 就是可能慢慢的 pick up 可能生育率又会好一点 因为有人工加了 可能肯生孩子 那如果是要 就是长线一些 去到部署这一样东西 那除了商社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 我们都可以考虑一下的股票呢 刚才说过Family Mart 刚才Thomas说过 另一只我们喜欢的就是Lawson 是的 2651 是的 这个都是便利店 都是 我想去日本也会去 有没有去 有 我常常去 回酒店前又去买雪糕 然后早餐去那里买饭团 然后中间吃T 想吃炸鸡又去一下 这个我自己都常常去 光顾Lawson 是的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它市场价率很高 是的 因为我想 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些 因为我们今年 喜欢一个Theme 就是叫做本土消费股 就是叫做Broad Market 就是一些比较贴地的一些 不是说那些 那些买很贵的Department Store 就不是我们特别喜欢 我们喜欢这些Broad Market 就是大众 大众化的 因为我们觉得今年人工 既然我们刚才说了 今年人工应该价得OK 应该带动到一些比较贴地的消费 其中一家Lawson 你看到Lawson 其实是这期很厉害 因为它出了一个业绩 是真的很漂亮的 是的 这个Lawson 先说明先 我不是今天见星星来推 是的 今天你跌的了 是的 因为之前 六个你们InvestTalk 一条展望片 其中一只Pick我就是给Lawson 那时候我已经有说过 那年底的时候已经看好了 是的 其实去年这一盘数领 是因为很多东西加价 因为在日本很多东西都加价 那当然Lawson 就好 有得加价 是的 对于Lawson这些公司 就是margin 有一个扩阔的机会 可以加价 但是未来我们看 今年未必可能加价 加得很厉害的 但是我们希望今年就有个量 就是买的就是价量 要是价要是量 我们希望在今年透过人工 加得好 而令到刺激半套消费 而量可以大气 那对这些便利店 或者叫做贴地的零售股 我们就会觉得是 比较喜欢 那Lawson是其中一只 我们会选择的股票 挺有趣的 这个 那就是 一来我自己喜欢吃 是的 就对象一下 就是帮上它 最终就是这样的了 你帮上它 你觉得它的服务好 你看到很多人排队 在那吃那些烧夜 下早餐 那这些就是很平民的 很大众化的 那另外有没有其他选择呢 譬如我们看到日股那么厉害 就是买一下它那些 譬如那些券箱 那样行不行呢 都可以的 但最直接就是买日本交易所 最直接收益 就是如果股市场 就是我们以前的逻辑 就是港股好 就炒380 现在不行了 那市税 你就会沽380 大家都知道很简单的 就是他们的交易量多 赚得多些钱 那些量少 就赚得少些钱 那这个是很直接的 因为你知道 但是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也不会说多个交易 他们要赚多人 甚至多了 那这也是一个 一个杠杆的 所以 所以8697 日本交易所 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看好日本大市 又不想太烦 特別选个股 一日就买个市 这一只 其实这一只 都和市的相关度也很高 那这一只 我也是可以考虑的一只 其實我們買日股呢 要不需要看日幣便宜的時候 就可以暢定日幣 然後找一些可以買日股的券箱買股票 可以這樣做 可以 第一步當然是找一個可以買日股的券箱 這是第一步 這是第一步要做的 第二步就是你對不對沖日元 很簡單的方法就是我們自己通常會對沖 我們怎樣對沖呢 就是買了一些日股 你買了一些日股 同時你問一個券箱借日元 你便對沖了 你要找一間券箱可以借日元 我們用那間券箱就可以 那是IB嗎 是 我們用IB IB很簡單的 怎樣可以做到一個對沖呢 就是你買了買債券 買了買債券之後你甚麼都不做就可以了 因為你本身沒有日元 然後你買了一隻日股 你便自動IB借了一些日元給你 它不是幫你對日元嗎 不會的 不會的 如果那個是貨幣 如果那個是貨幣 但是這個有一點技術 如果你是開一個現金賬戶 貨幣就不讓你券箱借的 不讓你券箱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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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借日元 如果你有一個貨幣 你可以借日元 它可以券箱借給你 它借給你 它就收你吃 但是日元便便便便 說實話 那你便會變成自然 自然 你只要不要再去平穿外匯 便便便對沖了日元 所以就算日元跌 也不重要 因為你一邊有日元的股票 你借了錢 有免費也是日元 它稍微被你的股票升了一倍 你便對沖不完 但大致上是这样就可以自然购买Yen的Exposure 这个有点心,但希望大家听得明白 或者有些ETF也是有对冲的 如果找不到一个券商可以直接买入股 可以利用一些ETF等于买美股 在美股有些HEWJ就是货币对冲 这个Yen就不关系 EWJ加个Hash,EWJ就是跟踪MSCI 日本指数的ETF,加个H就对冲了 加H好一点还是不加H好一点? 我觉得今年就应该不加好一点 这段时间跌得很厉害的 但是我们今年看Yen也是一个上升趋势 为什么呢? 因为Yen很简单就是利率背持的问题 就是利率政策背持的问题 美国要减息,日本一定要加息 这件事一定会发生的 差了是什么时候? 差了是3月、6月、9月的问题 究竟那个步伐在哪? 这件事当利率政策仇向背持的时候 对货币会有一定的升值压力 对货币来说 当然近期跌了很多 近期跌了很多 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 因为现在那个直田屋南部出来 之前有些人的价格 没有那么激烈去加息 又没有加息 没有那么快的 你哪里可以啊? 哪里加息 哪里可以退出负利率 所以就上回来 但我觉得始终底也是的 这是时间问题 我觉得长线来说 今年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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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看你自己是否想多多一個exposure 你只是想拿到那個日股地 只是想對著日經來happy 日經升我就要升 日經跌我就要跌 最好就是 如果我們要跌 因為hash了那個currency 你就可以只看那個日經股市的表現 那它不會因為日元升 它會升少一些 會的 因為 是的 不是 應該這麼說 如果那個日元升 而股市又升 EWJ會跑映HWJ 是的 是的 它跟EWJ比較hash和不hash 是有個分別的 是的 你想不想拿到日元升值 是的 有一點像以前投資外幣的時候 你想賺息又賺價的概念 它可能賺價就虧了少息 就減了 它不是這樣外幣就是息同價 但是譬如我們說剛才這個 你會不會又想賺匯價又想賺股價 如果你有想賺匯價又想賺股價 那你就應該選擇沒有hash 就是今年來說 是的 因為我們覺得今年 如果之前這年就慘了 如果你不hash就 是的 去年如果不hash的話 其實跑輸很多 因為去年那個日元跌 下跌的時候 你就會損失了那個日元輸的部分 是的 是的 這個也挺要留意的 是的 而且你覺得要留意的是 如果你在 始終我不是很喜歡在美國買日本ETF的 因為那個時差問題實在太大了 哦 立即反映不到今天日本現在的情況 是的 如果intraday 升一時 下來都不關你的事了 是不是 因為你要入股 然後開市才可以 可以交 那你真的對著那些股票個股在做事 你的操作是 日本都有ETF的 即日本街數都有很多ETF可以買的 即你去上去日本街數的網站 他已經列出了給你看有什麼ETF 但都是那一句 你要開到一個日本股票 是的 你要做的就是開一個日股 即IB可以 IB可以 現在我不要只售IB 另一家Sexual Bank也可以 是的 但我沒有用過Sexual 我知道它可以 是的 是的 我們只是用IB 是的 那你們的基金裡面都有日股 我們有 現在反而主力是日股 是的 有多少成是日股 即 暫時我們現在五成左右 即比重裏面 即我們整個Portfolio 有欠的貨 有欠的貨 有欠的貨裏面就做到 因為我們有些cash 是的 我想現在因為港股就真的沒有什麼 是的 現在我想日股未股 只看股票 我想現在六四或者七三開 是的 日股和未股 是的 就是有欠的股票 其他就是cash 是的 除了只看有欠的股票 就是六四或者七三 這樣的股票 沒錯 那美股呢 即 反應是你們覺得日股 可能會贏美股 我們看法是這樣的 我們覺得今年 尤其是上半年 我們覺得日股比美股積波率 會高一些 這個是我們之前經常說的 很多人都會問 很多人都會問 就說 Thomas 升不升 問我們 升可能是兩隻都升 即兩邊都升 但是直駁的意思就是 你要踢多少風險 你有多少可能下跌 或者虧損的空間 對比你有機會贏的空間 我們就覺得日股是相對好一點的 那 即 大家可能會問 就 去年都好像升了一整年 那 即剛才 即發考你也有問 水位各樣 但是我們的看法就是 首先就是 剛才都說了 由經濟上面還有一個 好的催化劑會繼續發生 第二就是 從一個比較長線一點的角度去看 其實 一個 就是 入股的投資價值也還有的 嗯 再加上就是 其實 很短期來講 其實見到 入股 或者叫做 日本資本市場 都還是持續會有一些 就是利好 譬如舉個例 其實他們都逐步去 即是 在今年都有一些政策 去吸引多些海外資金過來 那 我們之前有研究過少少少的 就是 其實 他們甚至乎對境內的居民 開始有些資本增值稅的 扣減的政策 都出來了 其實這些是 減資本增值稅 我們在想開資本增值稅 中升西降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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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這個什麼世界 所以這部分都做不到 所以鼓勵他們去做些投資 對 相對來說 美股 好的 但真的升了太久 尤其是去年 第四季到現在 其實整個AI升浪已經 可以這樣講都幾透支了美國 即是美股股市 接下來的問題 我們比較有些擔心 有少少擔心 就是現在的減息 預期太過厲害了 如果有少少不用太多 即是三月減不了息 然後大家回心一想 可能真的是 HIGH FOR LONGER 都還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這樣就會有一個調整 變得可能在現在這個情況 其實說真的 指數計調整5-10% 不是很出奇 如果你上半年說 我和你 all in 美股 其實很有機會就是 那一下調整 就令到你 可能整個上半年的回報都沒有了 這個就是我們覺得 為什麼反而我們 我們會 美股會比較 即是上半年會比較省省些 但是下半年我們覺得可以的 即是一開始減息 真的落實了 就會好一點 一方面 另外大選年始終都有些幫助 是的 但是我們就不覺得 大選年那個 即是利好的程度 是可以全年都這麼持續 這個是有少許的影響 我們觀眾真的有問題 Peter問有沒有日本公司 在美國上市的 又或者在日本和美國一起上市 即是有沒有 例如Sony 有 即是美股有一個曲 剛剛才調整完 這個投資料 要說 早兩星期 這就是Sony 它的曲是SNY SNY 跟著有你們都很熟的任天堂 NIDOI NIDOI 不是 NIDOI NIDOI 可能這個曲 不是 是因為 OTC 對不起 NT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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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美股上市的任天堂 是的 任天堂 有很多MUFG MUFG 就是銀行 銀行 那賣這些行不行呢 我在美股賣就不用開一個日本戶口 你選擇小號 可以的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選擇小一點 而且始終我覺得 major move 都是在亞洲時間 那就是 你不用捱東西 是的 你不要多神 你寧願捱東西 也不可以開一個戶口 會不會搞錯 寧願捱東西 因為老實實 我覺得IB 對於我這些人來說 真的太難用了 我經常都 我用過 我以前曾經有一個戶口 我十次有三次按錯 是有些複雜的 我那時候 小小玩過 歧視 死了 所以我後來 太生氣了 我特意走去金鐘的辦公室 關掉它 通常你不玩就算 是用APP 還是用什麼呢 當年都用手機的 APP 現在好了 我都是偏難用的 可能你們做去 Trader 我們每天都這樣 是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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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Desktop版 是好用APP 這是真的 APP 我自己都很少用 因為我都很怕落錯盤 這個 我不是幫你買廣告 我都先踩進去 APP是比較麻煩的 但電腦版是OK的 但你這個 其實我都明白 應該可以多開一個戶口 不過 說實話 我順便做一些開戶的宣傳 如果你覺得 IB 你已經有了 又或者 如果你已經有IB 你可以在那裏 買很多不同的東西 匯等等 什麼都有 又或者甚至乎買Bitcoin 那些Infor ETF 它應該都有 但很多勸商 都買不到Bitcoin相關的產品 但我跟大家發掘了一間 是買到的 就是這間長橋 長橋 它現在可以做到 買剛剛 美股掛牌的11隻 比特幣現貨的ETF 現在可以在長橋買到 如果你沒有戶口 又想買這些現貨的ETF 可以順便 就幫助長橋 拿到現在最新的優惠 它有些挺有趣的 你拿個員工證 拿到幾千 幾千 拿到三百元 就可以享用了 他們現在最新的長橋的開戶優惠 長程 我自己也不回 自己去回 我們下面的資料 就找回 自己看清楚 最重要是自己看清楚 有需要就去開戶 你IB也好 什麼都好 自己研究比較 我們回到這個日股 我們觀眾真的問問題 Brandon就問 如果五大雙社買ETF1629 可不可以 它是五大雙社ETF 是不是 這隻應該是日股來的 是日股的 它是topics的 這個是可以的 因為日本是有 如果你未估 有什麼XLK XLY 就是XL什麼 那些大板塊的ETF 板塊ETF 這個日股是有17個大板塊的 它就全包了 是的 這個叫做commercial and wholesale trade 主要就是包了雙社 在裏面 當然它還有其他垃圾 但我相信雙社應該佔它 比較大的比重 所以是可以的 不用繁衛這些 不過是ETF 其實日股的時候 剛才所說是很多ETF 沒估計很多ETF 香港就有 但沒有人玩 但日本是多ETF 可以選擇的 所以你開了日股 另一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玩當地的ETF 又沒有時差問題 又不用犯減股 這個也是一個OK的選擇 但是入市時刻 你們會不會有些建議 現在始終都是 每天都只剩三十多年的位置 會不會要等它 譬如下一些 就會比較穩固 我覺得看你有 怎麼說 如果你真的很想玩這個Market 但原來你一注 一注都沒有的話 我建議現在可以先入一注 因為現在趁這三天回調 我想某程度上 不知道關不關香港性事 我們經常都說 錢會不會有 香港、日本兩邊罩 有這個可能性 但我竟然不能夠證明 但我想說 這三天都有點調整 但你問我是否整個聲勢 是否就這樣完 我覺得是不像的 因為第一 之前日股的整固已經還了半年 由7月到10月 一個比較偏向雜幅的橫行 橫行了幾個月 橫行了半年 沒理由三個星期就完 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這樣 它已經儲力儲了這麼久 沒理由 那麼少就沒有 第二就是暫時未見到 一些見頂的訊號 通常見頂的訊號 看什麼呢 就是第一就是MACDRS 在背次 即它技術上面 也沒有 第二就是未見到 高位有波幅擴大 即你未見到一些 很大的陰竹 很大的陽竹在高位 你看它這幾十三天 回調整的竹 都很正常的尺寸 真的不是很特別 現在回到10天線 你那條藍色是10天線 是 對 因為回到10天線 我覺得都還好 還很強勢 你還在10天線 所以如果你真的 很想approach market 然後一股都沒有 我覺得今天 都是一個可以 已經入場的位 你們手上 六成的貨 都是和日股相關 你們比較大比重的是哪一隻 我們又沒有哪一隻 很平均 沒有 其中有些 就是剛才說 8001 我們有 不公開太多 不過8001 我們有的 是的 對伊藤中我們有的 這個日股 你們會不會給它一個目標 譬如說 現在我們大概 我用日經 我比較熟 譬如36,000 你們覺得 譬如我們就算長線 長線 假設一兩年 是不是一兩年 算是長線的 一年 一年 那你們會覺得 它有機會去到什麼位 還是其實很難說 說就只有一個講字 你說沒有譜 都不是很有譜 不過我覺得去年 已經升了兩成多 我覺得今年難的 要升得這麼多 但現在已經說 升了6、7% 但是我覺得 全年賣單 是不是都升到25 因為去年是25 沒有記錯 是不是都可以 我覺得難一點 因為最大的問題是日圓 始終日圓如果升的話 對日股不多不少都有些影響 因為始終很多公司都是賺外匯的 日本是一個出口型的經濟 有很多都是賺外匯的公司 而那些通常都是權重比較大的 佔個指數權重比較大的公司 例如剛才所講的Toyota 你賣車的你賣全世界 如果對於距離美金跌 那麽會對他們的收益有所影響 所以我覺得今年要選股的 你說市場可以高高高 升到45000 指數未必可以 是的 我覺得未必有去年那麼容易 今年是要做一些間股的 所以我們剛才為什麼說本土消費股 是一個中業辦法 因為這個不關於Yen市的 Yen市升跌 其實對他們的生意是不大影響的 這個就是這些我們會喜歡 我們會偏向避開一些覺得Yen市會對他們有 就是出口股 是的 所以我們車股我們不喜歡的 我不會跟你說Toyota 那順銷也不行的 我也不是太喜歡的 是的 我還靜想問你 那我買香港的稀罩就行了 它業績是很漂亮的 但是它主要 你看它這次業績 最主要的大動都是海外銷售 是的 那如果Yen一反過來的時候 那就是對它不好的地方 或者這麼說 如果你要選一些 因為日本有很多企業都是國際企業 就是全地球生意都做的 如果你要選 你要選一些 Performer margin 比較好的行業 例如舉個例子 之前有一些地方有人物 就是選日本股 那我就說我會在 剛才說有一個美股 我會在Sony和任天堂裡面選一隻 但我就不會選Fast Returning 原因是因為 Ulico 雖然是好公司 但是它的margin 始終做 制衣 賣伊利 始終一定不會及做 Entertainment 的 Sony 或者遊戲的 其實這些出口股呢 它是Yen升是受惠一些 還是Yen跌受惠一些的呢 Yen跌受惠一些 因為它會賣一些東西 我只能說如果Yen便宜 我們每個人去日本賣東西 對它來說成本便宜一些 可以賣便宜一些 對於我們外國人來說 日本的東西競爭力高了 但是它在香港賣 它入賬金額是 它收的港幣 然後再對Yen進入他們的帳戶 這個有沒有關係的 應該這麼說 我們會經常有個術語的匯對損失 就是如果你本身盤數 譬如日本大部份日股都是 用日日計算的 你見到它的股價用日日計算 其實它整個財務報表都是用日圓的 就算它收海外也好 它其實都會有匯對的 這裏就會有匯對的損失 如果是Yen跌的話 它們會賺 它會賺少一些 它會賺多 因為它是收美金的 即是你在香港賣的Toyota車 它收你港幣 都是賣30萬一架 你的30萬就是30萬 但對它來說 其實多了Yen 所以就不是損失了 所以如果Yen跌來說 對這些出口股來說是受惠的 如果Yen升的話 對出口股來說是不好的 大概概念是這樣的 這樣說會比較容易 所以是 但是今年因為你們覺得 那個outlook 就是Yen未必會跌 是的 所以出口股有可能會 offset 了 會有少許 會有少許 所以我們自己選股 都偏向避開這些 即使我都知道 順小盤數是好的 但是我都沒有賣 其中一個原因 我就怕Yen一反轉 因為現在跌到148 我也覺得是個懷疑 148我覺得可以 可以賣 可以搶一些Yen 是的 148 之前想著15多 用不了想的那些 沒有 我覺得很難去回150 我真的不是很想像到 現在的基本面 為什麽令到它可以去回150 其實這段 我都不太明白 美金不是升很多 103左右 如果真的想 本來想著留一個seminar 才說的 是嗎 我們星期六有個seminar 我們星期六有個seminar 這次是香港的 是香港的 在金鐘 還有少量位置 同時我只剩下幾個位置 金鐘是哪裏 金鐘溫紗公爵大廈 是的 哦 彎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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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 只剩下幾個位置 去我們Facebook 雨豐Facebook 有條link可以報名 是 會真的講Yen 我們會講日股 我們日股會 剛才給了兩隻 我們會再給了幾個號碼 還有比較實一點 整個分析 是對於日股是怎樣 因為本身是有些擔心 沒有想過整個節目可以講到那麼多 是 是的 一日正常 我這麼有興趣 是嗎 整場都講日股 沒有講完 肯定是只講了5%左右 如果你們喜歡 只剩下幾個位置 你們自己爭 我去了所有位置 我去了所有位置 雲冠經濟和美股都會講 是的 既然我問美股 TASA業績 很失望 又說不想 因為我覺得他沒有什麼期望 是 那他本後就跌了6% 是 毛利率大縮 18%都沒有了 沒錯 還要講明今年 那個銷售會差 因為他出新款 這個我又不太明 出新款就等於銷售差 什麼 他出新款的銷售差不差 就不肯定 但肯定毛利率會再跌 他自己說的 因為他講明是低價的 他講明是再低價的車 是 Elon Musk自己說的 還有這個也是他們發展的路向 因為如果你有看回TASA 他是最初的超 power roaster 手作仔 那個不是很多報 越出越便宜 他是講明的 他其實是講明 就是要將這件事變成普及品 所以你要明白 現在的市場最擔心的地方 就是怕什麼 就是怕你的電動車 大家出來搶生意搶到最後 要虧 Tesla本身的automobile market 都還有 對比其他有些已經是市主做 但這件事也是難做的 因為問題就是 始終現在market 對整個股值 主要看的東西都仍然是車 因為他實際上賣的是車 其他就算跟你說AI電腦 跟你說機器人 大家都覺得是夢 所以就會變得比較難 另外也有個問題 現在看到比較大一點 就是 一來賣得不算那麼好 就是車 不再是真的可以 他們要排隊 就是Tesla可以很長的backlock 不用想 不再是現在這樣的環境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它新的model出 其實那個 你看到他們的scheduling 都沒有之前那麼英俊 之前很多時候 都真的可以on time去到 但是現在的market 開始有些擔心 就是覺得 你開出來的旗票都會退 每次都會退 譬如sava truck 都已經是 你看到退了 所以這部分會差一點 我會這樣形容 我覺得Tesla會是 之前去年大家看 叫做 就是蠟子七雄裡面 很厲害的一隻 但是我會覺得 今年應該會比較要小心一些 就是一些 對經濟特別敏感 和在製造業成份 比較重的股票會怕一些 所以你看到其實無論Tesla 以至其實Apple 今年都是比較弱一些 嗯 我想這些要避開會好一點 但是其他都可以的 譬如Nvidia MSCF 還可以的 上半年頂一下 OK 雖然我們都是傾向 所以我覺得美股都是 後下半年偉賣會好一點 你覺得四成美股主要是 譬如現在的Thematic 是喜歡炒人工智能的 還是譬如約 還是什麼 其實主要部分 我們集中是兩個 都OK的 當然詳細我們在Samen說 但是Sector 我覺得可以說 我們有做科技股的 但是我們真的沒有做最大的 因為真的overvalu 就是很重要的 我們反過來就去選一些 二線的科技股 但是就有些 有些心碎的 也有些巧妙的 這個就沒辦法 這個就到時再分享 另外就是我們會做一些 反而是什麼 一些必需消費品的股票 是的 必需消費品 一些可能和食品有關的 的概念我們有留意 口口可樂 還有麥當勞 這些大家容易明白 但是當然還有其他的 我再問一句 港股你們是不是一隻都沒有 是 真的嗎 你們真的很絕 是他搞到我這麼絕 OK 不是我想這麼絕 真的 一次來一次傷我的心 對 真的很傷心 市場 但是今天OK 現在怎樣 我們說完之後是怎樣 我回到香港了 我們張大陰 好 老闆 一萬五六千 掌聲鼓勵 我多謝大家 是 掌聲西港 是 昨天真的很有趣 聯通的那些 我都是爭頭的那些 真的假的 是8% 我覺得很難用常理去分析 很難不常理 都是那些短線博弈的 是的 是的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這樣 你去看一隻股票這麼辛苦 又要管 又要理人家的政策是怎樣 爺爺喜不喜歡 有沒有管理 什麼什麼 我看一些公司 只是看他們的盤數 是不是容易很多 政府不會搞它 那我是不是簡單一點 我純粹覺得這樣 所以你不看港股 其實就是很正常的一個做法 我們現在香港人 很多工具去買不同的東西 比如剛才我說長橋 或者光顧你的基金 已經很方便了 不如還有幾個位置 我不妨礙大家 快點上去他們的Facebook 自己去搶位 搶不到就真的 不要求我 因為我是沒有辦法的 你問了我 我都沒有辦法帶你進去 好嗎 多謝兩位 好 好 如果再想聽多些美股 Rafael 待會回來 會和大家連線 待會多元子讚討見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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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